大家好 今天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哈尔科夫 波尔塔瓦 蒂尼伯再次发动了空中袭击 包括对首都基辅发射巡航导弹核101 给大家先播放一下现场的画面 这是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空袭的画面 俄军是出动的图22战略轰炸机发射的核101巡航导弹 攻击的是包括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哈尔科夫 波尔塔瓦等地 乌克兰首都基辅夜间发生了大爆炸 大家可以看乌克兰首都基辅拦截的画面 乌军发射防空导弹 乌军现在对俄罗斯方面的大规模空袭 乌军的整个防空系统现在并没有能力拦截住俄军的巡航导弹 所以乌军现在在整个基辅方面的防空基本是放弃 放弃拦截 这是哈尔科夫方向 背影音实际上是大规模爆炸声 就不给大家播放了 所以基辅和哈尔科夫还有波尔塔瓦 现在都集中了乌军重要的装备集中区 包括这次反攻乌军的大规模弹药都集中在这几个方向 另外空袭基辅布尔塔瓦 哈尔科夫方向 也对乌军的指挥中心进行了打击 那么乌克兰方面的南方作战司令部证实 乌克兰南方作战司令部负责人亚历山大 马卡耶夫上校被俄军击毙 南方作战司令部的指挥官亚历山大 马卡耶夫被击毙 除此以外乌克兰方面 国民警卫队上校尤里巴克 他是乌克兰技术保障设施副营长 他也被证实国民警卫队的上校也被俄军击毙 俄军大摩的空袭实际上也在对乌军的指挥中心进行打击 与同时乌克兰方面也对卢干斯克 顿尼斯克进行了火箭弹袭击 发射的是海马斯 大家可以看这是卢干斯克 海马斯火箭弹的残骸 俄罗斯方面空袭的哈尔科夫呢 主要是哈尔科夫地区的乌军的军事仓库 可以看军事车辆弹药被完全摧毁 在哈尔科夫方向呢 俄罗斯的龙卷风S多关火箭炮 它的9M544高精度弹头攻击哈尔科夫方向被乌军拍摄 你可以看到是高精度弹头 9M544弹头 什么攻击哈尔科夫方向除了空中的导弹以外 还有多关火箭炮 这是哈尔科夫情况 乌克兰方面呢 现在也证实乌军呢 已经派出首批飞行员前往英国接受F16战机的训练 乌克兰的总理丹尼斯·史密哈尔 他已经向媒体证实 他说感谢你们鉴定不移的支持 感谢你们在建立战事联盟方面发挥的领导作用 以及你们准备好的训练我们飞行员 第一批乌克兰飞行员已经派往英国 那史密哈尔会见了英国外部长詹姆斯·克莱维利 那乌克兰未来很有可能会接收美制的F16战机 如果美制F16战机进入到乌克兰的整个俄乌战争将全面升级 德国方面很紧张 德国的国防部长 德国的国防部长 今天对向乌克兰提供战机改变了一场 皮斯·托尔斯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德国政府可能会重新考虑 其对可能向乌克兰提供现代西方战机的立场 我们现在正处于新思考阶段 皮斯·托尔斯说 我认为我们将在接下来两周内做出决定 德国现在目前排除向乌克兰提供F16战机的可能性 同时他也拒绝在可预见的未来 将德国的金牛座巡航导弹转移基辅可能性 他说国际法允许基辅出于自卫目的攻击俄罗斯联邦领土 但柏林和华盛顿不一样 不愿意在国际公认的俄罗斯边界内使用武器 德国方面他最担心的就是激化俄乌战争以后 会导致整个欧洲爆发大规模冲突 特别俄罗斯会在波罗地海方向发动攻击 所以整个欧洲的大规模的战争对德国并不利 所以德国和美国对待向乌克兰提供战机 你看昂鲁萨克逊人和罗马日曼人 德国法国是罗马日曼人 他是欧亚大陆人 他自身的安全他要考虑 而英国美国他是昂鲁萨克逊 他并不担心欧洲发生大规模战争 欧洲发生大规模战争反而对英国美国有利 这就是法国德国和美国英国最大的区别 那波罗地海三国呢 波罗地海这些小国就不同了 他是极力的宣传和俄罗斯之间的大规模战争表现 埃沙尼亚的国防司令叫马丁赫伦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说 埃沙尼亚希望北约在塔林看到来自俄罗斯威胁 立即增加在该国的部队 埃沙尼亚的外国情报部 发布的最新报告呢 说俄罗斯军队不太可能在23年对埃沙尼亚发动武装袭击 但从长远来看 埃沙尼亚的国家风险显著增加 我们需要增援不是在俄罗斯开始侵略时 而是在我们看到第一个迹象和威胁时 那埃沙尼亚的官员呢 还希望具体保证以国家为基地的北约营战斗群 继续在埃沙尼亚国内部署 所以你可以看欧洲方面呢 埃沙尼亚波罗里海三国 他更希望呢 美国能够介入 更多希望美军在欧洲部署 而像德国这些老欧洲国家 他实际上呢 希望能够缓解这个战争 不希望战争扩大到整个欧洲 这是现在整个乌克兰战争 欧洲方面最矛盾的 那么同时呢 普京呢 今天在克里米伦宫也会见了俄罗斯的铁路公司负责人 以及交通部长 那普京呢 证实啊 俄罗斯呢 将在2024年到25年呢 恢复马里沃尔机场开放 交通部长维塔利 萨维利耶夫 与铁路部门负责人 别洛泽罗夫 在呼吁会晤中呢 证实 马里沃尔机场呢 将于24年或25年启动 说当时呢 我们将从马里沃尔出发 如果情况允许 我们将能够在24年25年使用这个机场 那顿涅斯克 卢干斯克赫尔松 扎布洛地区的机场将需要修复 但遭到破坏以后 该计划将分阶段开放 俄罗斯交通部门负责人还证实 23年俄罗斯联邦新的地区 也就是指乌克兰四个州 共计划修复760公里的道路 那现在马里沃尔方向 是让乌军进攻的重点 普京呢 在今天接见能源 交通运输这个主要的负责人 说明普京对控制马里沃尔信心十足 那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呢 沙利文呢 今天呢 在接受采访 他说呢 如果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反击失败 也没关系 这并不是考试 我们不欣赏反攻 我们打算支持乌克兰在战场上 尽可能获得更多的进展 使他们在谈判桌上 占据最有力的地位 我们相信乌克兰将在反攻行动中 取得成功 并能够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领土 归还 这是美国方面 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首次证实乌军的反攻 已经开始 最后呢 我谈一下我的看法 大家实际上从德国法国对待乌克兰态度 以及英国美国对待乌克兰态度 大致可以看出 现在俄乌战争 俄罗斯方面呢 对控制乌克兰四个州非常有信心 那么乌克兰的反攻呢 实际上要获得谈判筹码 也是要什么 结束战争 西方的目的 包括德国法国和美国英国都达成一致 不希望战争长期化 以希望这个战争 特别乌克兰能够有一个停火的机会 所以呢 这次反攻主要目的是获得谈判筹码 这才是反攻的目的 即使反攻失败了 你可以看到美国方面认为呢 能够获得筹码就可以 能够获得筹码上谈判桌就可以 所以整体来看 俄罗斯特别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 普京的信心非常足 而且普京他手里握有筹码 那么现在来看呢 实际上欧洲方向 特别是德国 向乌克兰提供F16战机 还有金牛座巡航导弹 将升级整个欧战争 而英国呢 就是这个平衡欧洲的重要的杠杆 你可以看到 英国就是这个脚屎棍 就是个杠杆 欧洲方向呢 推动德国法国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还是英国 它呢 是最积极的 所以未来大家要观察 英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现在是F16战机 那么未来可能会有更加先进的武器 美国不敢跟俄罗斯直接对抗 会利用英国 所以英国会成为极先锋 这是整个俄乌战场的情况 那么今天空袭基辅 空袭乌克兰的主要的城市 也是打击西方向乌克兰提供这些军事援助 这些军事援助刚刚到了乌克兰就被俄军摧毁 所以实际上乌克兰战争长期化会消耗 北约消耗英国 消耗美国的整体实力 所以这场俄乌战争对欧洲对美国 你反过来看也是一场消耗 那大家就知道了 中国对待俄乌战争的态度 对待俄罗斯的态度 我之前还是那个观点 我是支持欧亚大陆联合的 我不希望昂主撒克逊 肢解俄罗斯 最后呢 导致中国被围堵 这个中国最后这十年超过美国 非常关键 这十年中国如果能够稳定住欧亚大陆 经济稳定的发展 实际上是可以超过美国的 那美国在这最近十年 它是一定要动作的 包括在台海南海 也包括在俄罗斯方向 它一定要肢解欧亚大陆 我是支持欧亚大陆联合的 所以在这问题上 我是支持俄罗斯的 那么未来俄乌战场有更多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